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 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 拜登表示 50年前美中两国做出重要抉择发表了上海公报 50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再次处于关键时刻 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 我愿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愿同中方坦诚对话 加强合作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 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 为美中关系把握定向 习近平指出 去年11月我们首次云会晤以来 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我们不仅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 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努力 习近平强调 我和总统先生都赞同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避免对抗 都同意双方在各层级各领域要加强沟通对话 总统先生刚才又重申 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对于你的这些表态 我是十分重视的 习近平指出 目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 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这是十分危险的 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希望美方予以足够重视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 直接原因是 美方一些人没有落实我们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没有把总统先生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做出了误读误判 习近平强调 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 将来还会有分歧 关键是管控好分歧 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双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拜登介绍了美方的立场 表示愿同中方沟通防止事态升起 习近平指出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 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我们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倡道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 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这些大的原则是中方处理乌克兰危机的立足点 中方已经提出了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六点倡议 便向乌克兰和受影响的其他国家进一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各方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对话谈判 谈出结果 谈出和平 美国和北约也应该同俄罗斯开展对话 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 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十分困难了 既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又要保经济保民生 作为大国领导人 我们要考虑妥善解决全球热点问题 更要考虑全球稳定和几十亿人民的生产生活 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 受罪的还是老百姓 如果进一步升级 还会引发全球经贸 金融 能源 粮食 产业链 供应链等发生严重危机 使本已困难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形势越是复杂 越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任何情况下 都要拿出政治勇气 为和平创造空间 为政治解决留有余地 中国有两句老话 一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另一句是解铃还需细铃人 关键是当事方要展现政治意愿 着眼当下 面向未来 找到妥善解决办法 其他方面可以也应当为此创造条件 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 避免平民伤亡 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早日停火止战 长久知道在于大国相互尊重 摒弃冷战思维 不搞阵营对抗 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 中国一直在为和平尽力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两国元首认为此次视频通话是建设性的 责成两国工作团队及时跟进 采取实际行动 争取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展的轨道 为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 做出各自的努力 听薛祥 刘鹤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